如果在路边遇到金发碧眼大长腿 绝对不要上前搭讪 因为她上一秒可能和你笑嘻嘻 下一秒就会拿起电钻给你做足聊 可否二代大壮不信邪 表示也好歹在歌谈市混过 这点小打小骂算不得什么 于是和妹子在超市里聊了起来 大壮发现两人有聊不完的话题 这下更邀约着回家了 趁机探讨一下人类的未来 两人驱车来到山上的别墅 小美看着屋内富丽堂皇的装饰 震惊的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她没想到大壮这么有钱 不仅住着价值上亿的私人别墅 而且满屋子的古董名画 82年的拉菲更是屯满者面墙 两人举杯对影谈天说地 大壮也趁机进入正庭 醒来却发现小美不在了 这招遇情故纵让大壮心仰难耐 于是又找到小美上班的地方 路上两人有说有笑 仿佛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可当二人来到停车场时 发现有人正在翘窗偷东西 大壮也是个老实人 他劝告小偷赶紧离开 可小美却是个暴脾气 他拎起酒瓶就砸了过去 这下子直接惹怒了小偷 他抄起扳手就冲了过来 光当两下大壮遭了殃 当场就砸断了一条腿 小偷也跑了没影 第二天大壮裹着石膏回到家 他没想到自己年纪轻轻的 生活就已经不能自理了 这时小美主动提出搬过来 这样也方便照顾大壮 看着小美一脸的温柔可爱 大壮早就被迷得神魂颠倒 哪里还会拒绝这种好事 不仅立刻同意下来 还当场把别墅的密码告诉了他 然而他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的噩梦马上就要来临了 这天小美回到住宿班行李 房东老头正在追求室友黑妹 他赶走了房东准备收拾东西 黑妹却过来阻止他离开 由于害怕计划暴露 小美深情款款地答应黑妹 表示自己不会离开 热恋的情侣一定要注意 睡觉时千万别睁眼睛 不然手机解锁的后果很严重 大壮一觉醒来发现手机不见 于是起床来到客厅 却发现电子设备竟然全都罢工 他一瘸一拐地就要去找小美 却被电视新闻里的凶杀案吸引 而死者竟然是小美的室友 大壮顿时感到了一丝不安 这时小美也从外面回来 大壮试探性询问她室友的死讯 但小美的回答却让大壮震惊 他竟然毫不避讳地承认凶手就是他 只是因为对方没了利用价值 原来他与室友合作的那间公寓 正好方便他窥探大壮的生活 最近两个月来 他每天利用望远镜观察大壮 对他的衣室助行都了如指掌 单身富二代没有朋友来访 只要是个贼 都会对他这块肥肉有想法 于是才有了这个计划 大壮听完差点崩溃 他让小美赶紧滚出他家 接着就想冲上来抢手机 小美这下子哪能惯着他 直接用电枪放倒了他 接着把他捆在轮椅上 逼他说出银行卡密码 大壮此时还很硬气 想他当年也是混过各坛时 怎么能这么容易去服呢 可是小美最喜欢他 就是折磨硬气的男子汉 于是拿起电钻给大壮 做起足部按摩 钻心的疼痛 使得大壮赶紧求饶 表示我招了我全部招了 最后只能一一交代 然而小美的一举一动 都被房东看得一清二楚 于是趁着他开车出门 悄悄来到了别墅前 可怜的大壮以为得救了 不断向房东求助 但房东这边刚砸坏窗户 小美那边就收到了入侵警报 大壮让他赶紧报警 可房东也不是什么善查 反而想趁机勒索一番 最后大壮用一幅名画做交易 让他给自己松绑 结果下一秒 小美就返回了别墅 眼看老头想要跑 他挥手就反锁了所有门窗 老头连忙掏出菜刀来防身 而小美却当面掏出了 一把四十米的大砍刀 这甜蜜的要怎么打 老头下得跑上楼 小美却不慌不忙地 把大壮推到屏幕前 他想让大壮看着 他是如何猎杀房东的 然后打开音乐 提着刀悠闲地走上楼 接着就给老头发了便当 大壮也趁着空挡 终于挣脱了手上的绷带 他一路跑出别墅 连忙骑上摩托就往山下去 谁知一不小心 直接翻下了山 恰好遇到了老白 男人为了活命 竟然让人砍下自己的手指 大壮好不容易逃出别墅 却在半路翻了车 正好遇到了路过的老白 老白将大壮扶上车 又给他拨通110 但车子竟然又开回了大壮家 杀红了眼的小美 正在家门口等着他 原来老白和小美是一伙的 他们之所以还没有干掉大壮 是因为他在银行里 还存了一笔巨款 但必须通过他的指纹 才能打开账号 此时大壮已经身无可恋 他表示自己死也不会帮忙 可老白却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他告诉大壮不需要去银行 接着不等大壮反应 突然抓起他的手掌 按在桌上 手起刀落砍下了他的大拇指 第二天前妻带着女儿来看他 结果就是一家三口 都被关在了衣帽间 而老白和小美 则冒充大壮夫妇来到银行 老白事先将大壮的手指 藏到了石膏里 几次过后终于成功认证 可打开保险箱后 发现里面竟然只有一封封信件 原来前妻早就在离婚的时候 把大壮的这笔财产偷偷转移了 小美两人愤怒地往回赶 可路上却发现大壮的女儿 利用通风管道跑了出来 等他们赶到别墅时 大壮一家早就躲了起来 为了掩护家人 大壮想要偷袭老白 但受伤的他很快就落了下风 老白不断命令小美一枪解决他 可小美这时却突然犹豫了 他不想再听老白指挥了 于是转身就给老白来了一枪 送老白见了上帝 大壮则趁机偷袭 他捡起镰刀一把砍伤小美 然后捡起手机赶紧躲了起来 小美拿起手枪就要追上去 而大壮利用手机控制屋内射备 把小美戏弄得晕头转向 大壮想要顾忌虫师偷袭小美 这次却被狠狠打翻在地 小美正要了结大壮时 警察打倒将他一枪击毙 大壮一家人这才平安脱险 影片支离破碎也到此结束 他告诉我们 当你突然遇到所谓的灵魂伴侣时 会不会是别人的蓄谋已久呢 男生在外也得学会保护自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还请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了